有一集的那就是 我們錄那個外景 那真的有點尷尬 那一天 我不曉得 是… 他直接導播 導演一下喊錄的時候 他就很自然的說 你那鼻毛出來 我幫你拔一下鼻毛 照理說 用手拔 對 照理說 應該不要錄這一段 有點尷尬 可是我要看他又拔得很自然 我又爽痛爽痛的 就拔那一段 就覺得滿好的 就順著就繼續錄下去 應該說他很聰明 他很聰明 但是他的聰明 他都用到那種很極端的印證 或很極端的案例 那你要這樣講的話 我就不想講這個 我認為你在硬拜 不是人平單 我經過人稱百態 我看過風刷 昏花水月 我有經過大風大浪 這都是我真實案件 所以我今天怎麼樣 拍一張照 我都可以講得出來好了 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當然沒有辦法變模我 來 今天喔 爆米花趁熱吃 好 趁熱吃 這不是在吃中藥跟趁熱吃的 對 趁熱好吃嘛 來 來 臭豆子 來 來 吃吧 吃 你幹嘛 你幹嘛剝我手啊 不是啦 恰恰 妳要搞清楚 妳都願意跟我出來 電影院看電影 基本上就是對我有好感 我碰一下妳的手 也就是暗示妳 唉呀 給你幾分顏色 你開染房了啊 你怎麼不照照鏡子啊 你給你自己精釀吧 我只無聊沒事 要聽有人出來看看電影 剛好就 你有空 我就這樣找了轉看電影 你就想笑想我的手 吃我豆腐 你去喝個飲料 就想上我啦 好啦 沒關係啦 我好大的膽子啦 我不是我電影不看啦 好 別管 不去啦 唉唷 唉唷 凶 凶猛 好凶猛 沒關係 還有第二波 遇到妳這種風的 真的啦 我情願自己去死 好不好 還是電影要看看不看拉倒 是這樣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還有那種小短褲 還有 好可愛 人就這樣有沒有看到 吵吵鬧鬧 那才叫幸福 對啦 那就靈性啦 你看你看 他還可以倒閉這個 其實是滿搭的 這對滿搭的 其實也是柔情嘛 翔翔 我鐵漢柔情 可以鐵漢柔情啦 是… 真的 1加1大於2 沒有你我就不好笑啦 節目他們開始錄的時候 的前兩三集吧 有一集的那就是 我們錄那個外景 那真的有點尷尬 那一天 我不曉得 他直接 導播 導演要錄的時候 他就很自然的說 你鼻毛出來 我幫你拔一下鼻毛 照理說 用手拔 對 照理說 應該不要錄這一段 有點尷尬 可是我要看他又拔得很自然 我又爽痛爽痛的 就拔那一段 就覺得滿好的 就順著就繼續錄下去 可那時候真的是覺得很尷尬 你知道嗎 我就不習慣他 而且 一個漂亮的女生 你幫男 對 幫男生拔鼻毛 很奇怪 我是覺得 小孩頭髮不大 頭髮不大 現在拔鼻毛 再來 他就有可能拔你的頭髮 那不可以 頭髮是很珍貴的東西 不能亂拔 拔到你頭上 強強倒是來陰的 對 當然啦 讓你看不出來的 兩個人他一起泡澡 無一樣不一樣 真的有一起泡澡 那個水整個是黑到不行 水黑到不行 唉唷 天啊 好暖喔 天啊 你掃在那邊耳心啊 誰給你給裝啊 我給你給人用心 你掃在那邊 對 搞錯了 再來 照他的臉 他想想要 不 不 你是不是很隨便的女生啊 不 一起泡澡 他們已經無醜 不用奇蹟 你們現在為什麼都拚流量就對了 也不是 因為這一集是剛好講到那個 男女性愛 就是婚前喔 是不是叫試車可不可以 然後呢 剛好疫情 那外面都不能去露營 我們就乾脆 直接租了這個五星級 應該算六星級的火車 汽車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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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不用白不用 那就乾脆裡面就放一下按摩 順便泡一下澡這樣子 對 就增加一些這個視覺感 那再包裝一下主題 就還 點擊率還滿高的 大家喜歡看 那一定啦 對啊 主要是看他啦 他身材好 這肯定不用講他都知道 他只有身材好 其他都不行 我跟你講 他只有身材好 你們大家講話都言不由衷對不對 我來了解一下對不對 糟糕 強妹就在旁邊 是 你們朝夕相處 是否也會有 進水樓台 先得月 春江水暖 牠是鴨仙吃 沒有 我跟妳講 我看他太多那些 很男人的那種動作 挖鼻孔 吃鼻屎 彈鼻球 吃鼻屎 我沒有辦法 我哪有栽傷我 我怎麼都吃鼻屎 我今天才看妳有鼻屎 他就是會做到那種男人 他這一隊已經讓我覺得 有一點困惑 對 困惑 稍微 而且牆牆那麼辣在妳旁邊泡澡 不可能 有點反應 妳那個時候敢站起來嗎 敢說哪一天突然間被拍到 或什麼 是不會 滑進去了 不可能啦 其實我跟他 我覺得我們是個最佳拍檔 是在怎麼樣都不會到那裡 因為我覺得我跟他是 就是個性其實是有核的地方 就像我們人跟人之間 如果知道這個人核 那個是磁場感覺 互相吸引 對 因為我跟他 我們覺得大家喜歡看我們 是因為我們兩個人反差很大 我跟你說 你們看他這個樣子感覺就是 滿臉狠肉這樣對不對 我跟你們說 也不至於啦 他的意志力非常薄弱 有點薄弱 真的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 其實是開來 哪一方面意志力 各方面 誰跟你各方面 性的意志力 性的意志力多了 其實他這個人很簡單 就是他這個人非常簡單 那其實是如果說 我們兩看那個節目 其實有一點是辯論 我們兩個站不同的方向 那他每次呢 到一個程度之後 一個很簡單的辯論答案 辯論題目 他可以到最後是 不想辯論的 他說好吧 你說的對 你說的對 放棄 然後再放棄 然後那製作人就說 停 這不是我要的 你怎麼不會放棄答辯呢 你怎麼會這樣呢 應該說他很聰明 他很聰明 但是他的聰明 他都用到那種很極端的印證 或很極端的案例 那你要這樣講的話 我就不想講這個 我認為你在硬派 不是人平 我經過人生百態 我看過風刷 昏花水月 我有經過大風大浪 這都是我真實案件 所以我今天怎麼樣 看裝上我都可以講得出來 好不好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當然沒有辦法變模我 對 其實他的發病 我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啊 所以他一起他的超薄弱吧 就是剛開始有一個 有一個蝦子 一個瘸子 那個蝦子 他看不到前面錄 然後那個瘸子幫他暴露 他們倆騎腳踏車 那個瘸子在後面 那個瘸子看到前面有一條勾 他跟那個蝦子說 不要搭到那個勾裡面 他跟他說 勾 勾 勾 然後那個蝦子 阿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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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跳下去了 勾 勾 勾 阿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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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然後還有 還有喔 還有再來喔 那個蝦子跟瘸子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兩個 這一次 換騎馬 騎馬 那個蝦子騎馬 那瘸子暴露你知道嗎 他騎 蝦子又騎到一個懸崖邊 那個拳子就看到了 懸崖又要掉下去了 他說 你快樂嘛 然後那個蝦子說 我很快樂 你快樂嘛 我很快樂 這個人還比較好笑 很熱鬧 他用生命在講 他用生命在講 很熱鬧 對不對 而且他配合他身體律動 你快樂嘛 你氣氛到位了啦 然後再看看 右邊一看 趙哥還是那麼淡定 他那個快樂嘛 他聽過2000多遍了 他聽不太多遍了 他的那些笑話 就大概是這種程度 我們也沒有說不好 都是你在找到拿啦 對啦 你這個趴了怎麼辦 再這樣下去直接解散好了啦 來…你們兩個 他接話會接得比較快 這最快的原因是因為 這事實是你偏慢 不是 我偏慢 其實我要想一個正經的講 我不要是很意氣用事 所以有時候我講出來的東西 他就不能接受 他會認為 他現在是現在的新女性 然後他動不動就講說 他被關啦 他被怎樣 被關 被抓啦 被抓啦 他沒有被 你說多希望我被關 他還沒啦… 不要跟我敲三架啦 那邊就是遇到渣男啦 是… 然後又是講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我沒辦法接受 他講那些很無厘頭 或者是很偏激的方法 他都會跟他都會說 翔翔 你要知道 這個節目還有我 這個節目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還有我 要給我留點 留點機會說話 他講話 他講話不斷氣的話 一下子最少三分鐘 不會停 你根本要整理他的話 來不及整理 你要反不過他了 就變成一定要讓他斷掉 他不斷的話 三分鐘 熱熱等 對啦 要耍